请你 后来我遇到一位老头 这位美国老头 虽然是脾气有些怪 但是个好人 我一直伺服他到死 我没有对不起罗汉的父亲 因为我和他是假结婚 老头死了 我就迫不及待想回国 想看到我的儿子 我真的 我真的太想他了 我哪怕和他能多待一天 我要把我过去的时光 过去的宝贵时光 我都不回来 阿姨 你的头发已经举好了 再过半个小时 我过来给你洗 那你说那个罗汉怎么回事 让他去倒壶茶 怎么弄那么慢 我去看看 你闭目养养神 你闭目养养神 罗汉 刚才你妈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罗汉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孝 自从我爸去世之后 我妈为了得到一张绿卡 她都疯了 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记恨她 我能理解你这种 失去父亲之后 想回国的心情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在她的有生之年 让她享受天文之乐 她在一张绿 Joyce 好 都有一样 我要去认读她 好不好 又 antim 柜 Çile 我想知的 我和孙子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去见见他 也算是了得他老人家的心愿 我凭什么去见他 我跟他什么关系啊 美珠 我是孩子他爸 你是孩子他妈 为什么我们一家三个 不能在一块儿呢 你神经病 美珠 美珠呢 我要找他跟你一起商量 你们订婚的事情啊 阿姨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妈 这件事 你能不能以后再说啊 不愁 好 你好 怎么了 是不是又做噩梦呢 我梦见金美珠 她要撞墙自杀 还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 一块儿去死 可是我根本不相信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自始至终 我从来就没有碰过她 好了 没关系了啊 爸爸相信你了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啊 你再睡会儿了 好了 爸 你先休息吧 我再待会儿 好了 不想那么多了 说吧 知道我什么事 小翠啊 你就不要再逼容浩去订婚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给我们儿子 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了 他有什么压力啊 人家美竹肚子里 怀的是他的孩子啊 你怎么能够确定 金美竹肚子里面那孩子 就是我们孙子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金美竹呢 她的情况 我也是了解一点的了 要是按照你以前的性格 这种女孩子 你不可能让她 做我们儿媳妇的 也就是因为她现在搞得这样啊 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了 但是呢我想这个人品问题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的 你也是在社会上走了大棒辈子了 不要最后被一个女孩子给骗了 我告诉你呢 你说什么呀你 你小声点哪 这里是公共场合来 你都不知道了啊 现在每天往上啊 我们儿子都是从噩梦中惊醒来 他很坚定地告诉我 他根本从来就没有碰过金美竹的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吗 是这样子的吗 那儿子现在他怎么样啊 儿子现在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要这样下去了 就很难说了 所以呢我欠你呢 就不要再逼我们儿子了 不管这个事情啊 发展到什么地步 最关键的关键 还是要我们儿子自己 我们儿子 还记得好了啊 找我来干吗 朱朱啊 我早听说你不是要跟容浩结婚吗 你说你俩也同虚了啊 你也骗他说你怀孕了 怎么一点结婚的音信都没有啊 跟容浩结婚的是我 你着什么急啊 我不急 我不急 朱朱 你还记得吗 前面三百米处有一个悬崖 悬崖下面有条河 当年你被罗汉甩的时候 我就尾随你到此 你刚要从这儿跳下去的时候 我一把抱住你 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 就想告诫你这个血的教训吗 你这次要再被容浩甩啊 你要去跳崖 我可就再也救不了你了啊 你放心 容浩一定会娶我的 金美朱 你就那么有信心啊 我从来不打五把握的仗 这边珠 记得那个悬崖啊 记得那条河啊 行了 公事我们就谈到此为止 我跟你了解私事啊 刚刚我出一趟医院 帮你领了这个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也都帮你都登记好了 一切都办好了 记得在这个日子去做体检 你做完婚前检查之后呢 就可以跟容浩办理结婚登记了 真的啊 记住哦 在这个日期之内 一定要去做检查 知道吗 好的 对啊 你放心 容浩一定会娶我的 金美朱 你就那么有信心啊 我从来不打五把握的仗 怎么有什么可以帮您呢 我想买一件婚衫 容浩 容浩你开门 我买一辆东西要给你看 容浩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什么意思要不开门 快点开门 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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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新买的婚纱打开给你看看 够了 不要再闹了 我根本就没有想跟你结婚 对不起 金美朱 是吗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那你还一直说要跟我结婚 我那是在利用你 利用你来教育我生命中最爱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我的妈妈 另外一个 对不起 不是你 是莫愁 你从来没喜欢过我是吗 你一直在利用我气你妈妈和莫愁 不 不是气 是拿你做反变教材 告诉他们 爱不是强加 更加不是战友 而是相互尊重 当然这一切也是我想告诉你的 容浩 我告诉你 我金美朱也从来没喜欢过你 你长得不帅一脸孩子气 根本长得到 你以为没人跟我在一起了 想要跟我在一起人多的是 我是不会轻易退出的 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 天哪 这是怎么了 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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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 孩子 快起来 这怎么了 啊 发生什么了 我很拉紧吗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 容浩她悔婚了 她欺骗了我 她比潘多拉还潘多拉 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你怨得了谁啊 我是不甘心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 她容浩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凭什么 我还好上她这一口了呢 你就是再不甘心 也不应该用假怀孕来欺骗别人哪 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知道吗 那你说我先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你现在只好去跟大家说清楚 求得大家的原谅 美朱啊 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你这样 胡作非为了 你这样做我真的很心痛 你知道吗 我的豪门梦就这样破灭了 我真的不愿意 豪门 豪门豪门 你成天脑子里都想的是什么呀 你真的应该好好想想了 你真的爱容浩吗 你所做的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现在除了我还有什么 你跟人家莫愁争了那么久 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 我不管 只要她莫愁喜欢的我都要 她不是喜欢容浩吗 我偏让她得不到 我要跟容浩结婚 哪怕第二天离我也认了 反正我离过一次婚 我也不怕离第二次第三次 那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 没人要的烂女人 一个烂女人了 你知道吗 我愿意 那你又得到了什么呢 你以为你这样做 人家莫愁很痛苦是吗 人家根本不痛苦 人家快乐着呢 莫愁她快乐吗 她现在比我还痛苦 那你快乐吗 你用自己的快乐去换取别人的痛苦 你这样做值得吗 美助 你就醒醒吧 你用这种假怀孕的方式 总有一天会被人识破的 容浩她那么傻她不会识破的 到时候我编个理由 说自己流产就完了 你总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其实人家都知道你是假怀孕 早就知道了 只是人家不说罢了 你还在那装 他们都知道 他们是谁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告诉他们的 什么 你告诉他们的 天哪 我还天天在他们面前炫耀 他们知道却不拆穿我 你让我在他们面前 变成了一个小丑 你这个坏女人 我恨死你了 好 我走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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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我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美朱儿 如果你还把我当你的亲人 你又听我一句 醒醒吧 不要再这样了 去给大家道歉 好吗 莫叔 莫叔啊 你说这个荣浩啊 几天时间 把自己拱在房间里面也不出来啊 不吃不喝的 都快把我挤死了 容叔 你先别着急 坐下慢慢说 我给你倒杯水啊 等一下 不用了 不用了啊 莫叔啊 你一定要帮帮我呢 容叔啊 这个忙我帮不了 我去了 只会给他添堵 不会的啦 莫叔啊 虽然你们几个年轻人之间呢 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我知道 容浩心里面呢 最喜欢的就是你呢 你的话他可以听得进去的 容叔 这些事都过去了 我知道了 在金美珠这件事情上呢 容浩确实是对不住你了 你要匡容大量一点呢 去看看他 你不知道啦 金美珠怀孕的事情啊 把这个容浩啊搞得都抑郁了 前几天我还带他去看过医生呢 那他没事吧 当然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只是医生说呢 容浩这里呢 压力太大了 傻容浩 压力大很大 你这根本没怀孕 你说什么 金美珠没有怀孕啊 这个金美珠啦 他害死容浩了 容浩都为他快 快得抑郁症了 莫愁啊 既然那个金美珠没有怀孕 你跟容浩你们两个 你会做的啦 你懂的啦 我先回去了 容叔 你干嘛 你热不热啊 不热 你爸习惯了 闺女 刚才你们俩说的话 爸都听见了 你要是真喜欢容浩啊 你就当面跟他说出来 说不出口 闺女 人要学会挑战自己 征服自己 你知道爸爸干什么去吗 干什么去 我听说 城东边二十公里有座山 直到现在 没有人判断我 你爸爸现在去 就要征服这座高峰 我要挑战自己 征服自己 要向爸爸学 挑战自己 征服自己 你们都明白了吧 金美珠怀孕是假的 什么 金美珠居然是假怀孕 为了一个男人 可以使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他真是太不要脸了 真是佩服他了 我现在想到了一句话 什么话 树不要皮 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莫愁 我建议你赶紧 把金美珠的阴谋 给他揭穿 把容浩抢回来啊 万一哪天金美珠 真怀上他孩子了 就彻底没机会了 莫愁 你不能就这样认灭 像金美珠这种贱人 他就专挑你这种软柿子捏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在心里有一个 让我可以惦念的人 那叫缘分 有一个可以惦念我的人 那叫幸福 现在既没有惦念我的人 也没有可以让我惦念的人 上天是不会把所有的幸福 都聚集在我一个人身上的 说真的 说真的 只要有你们 有爸爸 还有一鸣 就足够了 可你这是在退让呀 小心以后金美珠 骑在你脖子上拉屎啊 好 彗妮 爸 爸 有什么事跟爸爸说 没事 为什么人活这么累 就是想不开放不下 是你的 你赶都赶不走 不是你的 你拉都拉不回来 要注意身体 知道了 爸 这么晚了 你还到哪儿去啊 有到房顶上数星星去啊 爸 我现在这个智商 最多去楼顶上数个月亮 闺女 早点回来 爸爸等你 你听我说 你别说了你啊 反正我觉得那事情 谁敢来不了 这个啊 你要我怎么跟你说 你才能明白 咱们两个公司的合作 那就等于是 强强连手 对于你来说 那是好事啊 好什么事 你进来 霸举利益是吧 我看你为自己的利益吧 罗翰 你为了莫愁真的 什么都想得出来 你别想得这么狭隘 咱们两个公司的合并啊 就意味着是金兵减政 你的债务就变成股份了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在为你还债 这是双赢的事啊 好 双赢是吧 我跟你说 来 好 你进来 金兵减政是吧 我问你 公司合并之后 人员如何安置 公司如何管理 特别是管理层内部 要如何构架 这些你有想过吗 这一国还能两制呢 咱们公司为什么不行啊 你放心 不会让你有什么后苦之忧的 反正我不会同意 杂志只有互相逗下去 才会有市场 不然你看啊 我看 你别忘了 两个公司的合并 会带来雄厚的资金 先进的技术 还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两个同行业的公司合并 那就意味着是产业链的整合 会大大的提高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相信我 只要有你 我 莫愁三个人联手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说到底你还是对莫愁不死心 我明白 你上次送花也是为了莫愁 你怎么又提那花呢 我跟你说 我送花给她 是因为我有事情想请她帮忙 潘多拉 作为男人 别那么小气嘛 我就是小气 喂 喂 什么 医院 喊我马上过来 考虑一下啊 合并 小美 大夫 大夫 打扰一下 我母亲的病怎么样 你母亲的病 我太乐乎了 大夫 说句很俗的话 如果能治好我母亲的病 钱不是问题 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你妈的病 非常的罕见 不可置疑 到目前为止 在我国发现的双重人格病例 还没有超过一千个 双重以上的病例 没有超过五十个 你妈妈已经是十五重人格 大夫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就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吗 这种病是因为心理因素 引起的人格障碍 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彻底治愈 而且她的器官 已经在急速地衰退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她的病情 哪怕是让她多活一天也行啊 你呢 要千方百计地减轻 或者是缓解她的精神压力 给她足够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记住 千万不要再让她受到刺激 尽量地满足她的要求 这样呢 也许能延迟几天 不过呢 只能一天来计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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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好点儿了吗 说完这瓶夜 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妈妈 一时半会儿了死不了 儿子 你这几天怎么愁眉苦脸的 妈 儿子不孝 儿子把您一个人扔在美国 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我该死 妈妈还没死呢 你怎么 你就想死在妈妈前头啊 我不允许 儿子 在你没有结婚生子之前 咱们娘俩一定要说好了 谁也不准死 知道吗 妈妈呀 是真看出来了 你是太喜欢莫愁了 妈妈 我想啊 在我没见到你爸爸之前 你赶快把婚结了吧 这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这 这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呀 得别人同意 儿子啊 妈妈的病 儿子啊 妈妈的病 现在这些日子犯得越来越轻呢 说不定 那天两眼一闭 两腿一蹬 就去见你爸爸了 妈 你知到 妈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我不愿带着任何遗憾离开 投资的话 我见到你爸爸 你爸爸要问我的话 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您见到儿媳妇和孙子的 儿子 我知道 你在哄妈妈开心 不过 有你这句话 妈妈 一定要坚持到你结婚生子那一天 儿子 我刚才啊 做了一个梦 梦境我们回到老家 你爸也在那儿 我们一家三口啊 在一起吃家乡的饭 说家乡的话 真的 妈 儿子 我真的希望 在我有生之年 带上你 带上我的儿媳妇 还有我的孙子 回到我出生的地方 不知道 妈妈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妈 您一定会等得到的 老子 刚才不是 我 我 我 可以 我 我 我 不是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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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美珠才对 她才是孩子的妈妈 美珠她怎么会跟我们回去呢 现在能帮我妈缘不能只有你了 就算我求你了 罗汉 你先别着急 我一定想办法帮你妈妈缘梦 这个季度的销售额 比上个季度要上 美珠 快 我有事跟你说 你跟我来一下 你眼睛出现了 莫珠 你干吗呀 你放手 你松不住 放开我 你注意点影响好不好 这么多人哪 怎么还那么玩啊 这边说 走 我说莫愁啊莫愁 你这景景的名字什么时候能改呀 真是的 哪里一点辙都没有 行了 景景 你说吧 说吧 什么事 罗汉 罗汉的妈妈快不行了 罗汉的妈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罗汉妈妈真的要不行了 她希望可以在死之前见你一面 罗汉 美珠 你跟我去一趟吧 我为什么要去啊 景美珠 罗汉曾经是你最深爱的人 你们还共同有过一个孩子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你变成这样 但就算是为了一个生命成为的老人 你也应该换起自己的善心吧 你还换起自己的善心 钱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你为了钱你连良心都不要 你连人情味都没有了吗 明天一大早 我们就会去罗汉的家乡 这是地址 你干吗 干吗 干吗呀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美珠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打 昨天跟他说了这么多 他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呢 心怎么这么硬 莫丑 有你和一鸣陪我妈回老家 我心里就已经很满足了 儿子 妈妈的装画好了 行李也准备好了 妈 可以出发了吗 妈 可以了 走 咱现在就出发 出发 出发 走走走 出发 走走走 一鸣 走 怕他遭遭遭 怕的是 你年有小只不刚 只不刚 几次要谈我口难掌 奶奶别吵了真难听 奶奶你别吵了真难听 奶奶今天回老家了 是高兴让我唱让我唱嘛 奶奶高兴就让她唱嘛 哎呀是啊 在美国这么多年啊 我一想到家乡的菜和饭 馋得我都直流口水呀 儿子啊今天回到老家 一定让你妈我吃个够哦 好 妈 今天一定让您吃个够 十七年 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 妈 看看呢 不错 不错 老人家啊 这几年这儿的变化 真是太大了 没想到你这个外国人 还能说我们的话 我哪里是外国人啊 我是当地人 哦 你是当地人 那像你这样的外国人 叫中西合并 还中西合并呢 我呀就是这村里人 难得 难得 难得像你这样的外国人 回来还能说咱们的家乡话 妈 来来来来 到这池塘里来看一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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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池塘啊 我记得当年修建的时候 我还捐过钱呢 是吗 我的好儿子 怎么样 不错 不错 我妈很多年不回来了 她这次回来 就是想听听香荫 吃吃家乡的家乡菜 好的 咱们这个村庄啊 四面环山 绕村的溪流清澈见底 这几年咱们村庄里面 种了好多的果树 现在也成了你们这些有钱人 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咱们这个小村庄里面 还有几家那个农家的客栈 你们可以住在农家大院 品尝着农家饭菜 欣赏着咱们山村的好风光 好 老大爷 说得我们都饿了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 有有有 全是家乡菜 就在我们家 上我们家吃去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来吧 当时的 慢点 慢点吧 来来来 走 走 爸 在那儿酒吧 爸 我带着妈妈来看您来了 妈妈从美国回来了 她说这次不走嘛 准备夜落归根 您高兴吧 老罗呀 我回来了 我来看你来了 你呀走了这么多年 把我一个人扔在美国 我 我没有一天不想你 你以前呢 经常地劝我 不要为名和丽 盲目地奔跑着 要多关心儿子 要多跟儿子在一起 不要那么虚荣 要脚踏实地地活着 可我就是不听 可我就是不听 我终于明白了 人的生命 那么短暂 属于我们的幸福时光 并不是很多 老罗 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原谅我吗 我呀 也不会太久 就要和你见面了 见面的时候 我再好好地跟你聊 妈 再跟你道歉 儿子 儿子 让一鸣给爷爷鞠个躬 妈妈给你爸的坟上 拔到荒草 来 来 一鸣 来 这个是个叶子 你给爷爷鞠个躬 好 来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妈 阿姨 你这几个躬 你这么想想要 这几个躬 我这一生 有几个躬 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产 只是她想让我早点成家的 一个借口而已 你至少身边还有亲人 而我什么都没有